人來人往馬路邊 載著滿滿蔬菜水果的小貨車 直接停在停車場內 不只如此 一輛汽車為了阻止陽光照射 直接蓋起車罩 將車包起來 疑似長期霸占車位 這停車場不只車格停滿滿 出口前一輛灰色小客車 後輪跨在人行道上 這裡是花蓮玉里 公有停車場 免費停車卻引發民眾抱怨連連 應該可能是附近的人 他佔用在那邊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停 因為市場擺去很多人 你這樣輪我們都沒辦法停 這處停車場附近 不只靠近菜市場 鎮民廣場 還有時常舉辦活動的橋頭市集 是許多在地民眾 時常出入的地點 也是鎮上重要商業區 顧收停車費衍生亂象 有不少人長期霸占 也導致車位不足 菜市場車水馬龍 民眾出門採買 就這樣把車停在路邊 佔據車道 其他路口也出現同樣狀況 我們還有其他幾個公設的停車場 也都有陸續接到投訴的這些問題 禮拜三的早上 我們已經邀請了我們花蓮縣 縣警察局前交通大隊的大隊長 毅禮派出所 這個交通組的組長 一起來做這個專業的這個評估 跟這個規劃 毅禮政公所表示 目前鎮內有9000戶住家 加上鄰近酌西鄉的住戶 也會來鎮上辦公 推估有5000輛的車輛 而玉里鎮街道的規劃 卻已經是30年前的規劃 不負需求 除了將重新規劃外 也擬定停車收費 增加週轉率 TVBS新聞 高智鴻 楊琦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規劃外